你覺得車股的現水平你會覺得應該怎樣的部署呢? 我想,我先離身吧,我有這個Lucid,還有這個Tesla 你說是不是買不買昂貴的車股 我講真的,其實它還未升上來,我都覺得它很昂貴 就是好像Lucid那樣,其實它真的在說一些預售量而已 如果你說純粹是重數的 好像上一季好像只有幾十萬美金的生意 就是你沒得計算的,這條數 我想應該未夠一千億的,都已經幾百億美金的市值 所以貴一定是貴的,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炒,明顯地美股那邊,就是電動車是其中一個很強勁的概念 我覺得,就是像Randy所說,現在股頂就無謂了 股什麼目標,我想你便跟著勢去做操作 你說好像Rivian,Lucid那些,有貨的就先坐著 你喜歡短炒的也可以,純粹,我想 美股看圖炒就相對容易一些 你會感覺就好像等於香港,我們近期炒炒的 好像一些淡仔或者2252那隻機器人 如果你跟衝上車的,你便去到某些位置 如果回落的時候,可能去到之前的頂位 或者洋竹底部,如果真的穿下來便離開 我想是這樣的操作方法 如果你說一樓都是有貨拿著的,那你便先坐著 我自己都會做一些減磅的動作 就是盡量拉低成本,走一下上落 但是貨底就盡量不要沽著 因為你不會知道究竟那個股仔幾時結束 到結束的時候,那你便到時才離開 當然,如果你說結束後才離開的話 那你的股價一定是不會沽到最好的位置 但是問題就是,你不需要沽到最好的位置,你已經夠了 你想一下Rivian,如果你是股頂的時候 但是原來已經升了七成了,很快地 所以變成操作上,就動態一點點 至於剛才高敏說要避開的 我想都是那一句,炒完便要避開 如果暫時還在炒的時候 就繼續在泡沫上跟它玩一下